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網上流傳的動態圖顯示事發在上午10時39分 當時一個身在著紅色上映的南童 正準備橫穿停止一場通道 這時一部黑色小車突然開了過來 隨後把他撞到在地 接觸後最令人驚訝的一幕出現 事發監控顯示,司機當時在撞人後 非大武樂車查看,反而是直接掌握了過去 到底是怎樣回事?為了這個情況 今天早午,記者來到事發的河原市 沿城區長洪生業廣長亭車場 當時我也是在店裡 但是我聽到外面叫小孩,小孩怎麼了? 我也不是很在意 我也是誰的小孩,找不到媽媽,在外面哭 我就沒去去,後來聽到警報車響了 林家雙婆告訴企姐,她已經離開了 之後見到小孩已經躺在地上,也不動 趕到醫護人員證實已經當場死亡 而小事的女司機在旁邊接受警方的詢問 其實了解到事發地是一個停車場 而且在南邁明顯高出車頭不少 無論車速還是視野應該的可控範圍之內 更何況男童穿著顯眼的紅色上衣 難道她沒有意識到? 那司機是沒喝酒吧? 她沒喝酒,沒喝酒 因為她晚上也能看見她回來 因為我們這裡有個電視24小時營業的 對此,有志成街坊透露 在對小事司機進行走進測試時 究竟得出的結果為零 如果街坊所聽的情況是熟識的話 是不是意味著女司機在小事過程當中 是完全清醒的呢? 那她怎會這樣做呢? 不知道是怎樣,可能是緊張還是怎樣 然後又撞又過去了 開車的時候一緊張 她又是刹車沒刹到 可能是因為年紀大呀 或者是反應有點慢了 撞完的時候還是別人叫的 副駕駛坐坐了一個人嘛 因為她那個小孩從副駕駛那邊跑出來的嘛 副駕駛那邊的人先看了 所以叫她停手快點撞人了撞人了 她還沒反過了反應過來了 然後就沒有刹車就連過去了 針對這起事故 記者嘗試聯繫河原市公安局核實相關情況 但對方明確表示拒絕任何形式採訪要求 只是聲稱將會依法依規處理案件 事實上雖然類似的事故在附近第一次發生 但街坊門告訴記者聽 事發停車場臨近小區 平時人流量不算少 尤其到了暑假期間 小朋友更加成群結對 因此這次事故除了司機問題外 如果家長可以平時注重看實自己的小朋友的話 這些意外完全有可能避免 家長有看好小孩子看到車來了 他就會把他牽到邊邊去走嘛 就比如說這種小邊邊就不會不至於被撞到 家長肯定有責任啊 那麼小的小孩子 你沒父母的看管是不是 現在的小孩都保不得跟什麼一樣的 你怎麼可以放心的讓他跟別人出來呢 是不是 家長應該有了小孩子 因為在外面的公路上也要看好來了嘛 不能該讓小孩子亂跑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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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